主播窝在沙发里吃火锅 主播拿着游戏机在打游戏 屏幕内仿佛在上演一次放松的老友聚会 快手主播李轩卓的沉静式老友局 打破了常见的流程化直播套路 不仅让老铁们耳目一新 也直接增加了场关的互动量 大晚上看了场直播 都给整饿了小霸王游戏机真是童年回忆啊 感觉阿卓是在家里跟我唠嗑囤了好多吃的 特殊时期太需要聊聊快上链接等 观众纷纷在评论里表示被种草 同样是种草 为什么李轩卓的老友局 能把沉静式玩得炉火纯精 明确观众诉求 解锁趣味玩法 是底层原因 当种草经济成为当下的主流营销意识 这场场关超160万的老友局 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好 这种出品 好 感觉 你 牙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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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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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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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